香港選了新特首 菲律賓又選了新總統 有什麼看法呢? 菲律賓的總統差不多贏了 為什麼贏了呢? 因為他這個新總統是前馬可思總統的兒子 他們的家族在菲律賓只有幾個大家族 幾個大家族 他除了在麵蘭島那邊是胡教教 到其他這邊的菲律賓中部 還有這個馬可思的兒子那邊 他是自己在菲律賓北部 在呂宋那邊的家族 所以一加起來 現任那個阿利爾特的現在的總統 他的女兒就做副總統 他兩個家族一拍完 拿了三千多票 三千多萬票 所以很厲害 但是他這個總統呢 在表面上之前呢 他是親中的 但是到現在他不會有轉變方向呢 這個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最重要的是 他是沒有什麼政綱的 但是他家族很有錢的 他家族 在七十年八十年代 他們爸爸都 阿美代 他媽媽那時候 現在媽媽都九十歲 那時候他一百億美金 才賺 過人 過家族 合家族 但是都是他們個人來控制的 那他好像是 不知道給美國哪裏 打公司 拔了錢 等等 都剩下 但是他那時候 七八十億美金 到現在都很厲害 你在菲律賓那個國家 這樣來說 是很厲害 所以他們仍然就正熟 那這個新總統呢 有一個見解 就很強 很適合 很適合中國聽的 就關於 南海 他們菲律賓主動去提出仲裁 但是他現在這個新總統 在早前他講過 他說他那個仲裁呢 是要雙方便同意那個仲裁都有才有效 現在你單方面 為了當這樣的仲裁呢 就是中國都沒有同意你去進行這個仲裁呢 就沒有效的 還有他最重要呢 那個仲裁的機構呢 那個法定性的權力不夠的 差不多有一個是 就是民間的組織 一個團體發個名 他說什麼仲裁機構 那有人付錢呢 他就可以去的了 就是類似這樣 就是沒有那個執法權力的 但這裡呢 就有很多真路 但菲律賓很奇怪的 你記不記得是 以前是亞洲很有錢的國家來的 他是很多中國華僑呢 是在那邊 好像莊青草那裡問名的 很多那些華僑福建人在那裡發達 但他是由這個西班牙統治之後 再交給美國呢 就總治了45年 跟美國做殖民民 總治了45年 然後第二次的大戰之後呢 就被他們做了 但他們有一個現象呢 就是很優勝的 他整個菲律賓的境內的人呢 都是懂英文的 所以很多那些分會啊 是不是 他的語言呢 是以英文為主 雖然他有很多個種族 但是呢 他英文通了 在美國幾十年是通了 所以通手 當然美國的勢力很強大 他唯一的最大缺陷呢 就畢夜天然的災難呢 都有血粉 火山爆發啊 天災啊 風災啊 雨災啊 哇 天賓地鐵的那些災難呢 都有血粉的 所以這個國家又真是很好 很無人 那有一首《孩子》 那首歌呢 是我的飲歌來的嘛 我現在唱得不好啦 但是我這首歌是從世界聞名的 菲律賓那首歌 還有菲律賓你都知道出很多歌手 是啊 說他們那些人很厲害 唱歌啊 彈吉他啊 是啊 有些精才來的嘛 精才來的 所以這個國家是一個很 怎樣說呢 我們西班牙的文化很深厚 幾百年的本字 他有幾樣的特色呢 除了唱歌 牙醫呢 菲律賓世界呢 是首位的 另外呢 就比較濫悶呢 就是菲律賓 玩了國際外交啊 搞了外交法例啊 古靈精怪啊 是為世界呢 很突出的 所有那些高手都在他們的出面 在他們的出面 現在就算你來到香港的軍會呢 他們有些話都不同的 他們幾個島啊 分開那些話 幾個地區都不同 幾個大家族 最厲害的那些 譬如馬克思家族啊 以前阿俱樂家族啊 那些人啊 他們多數都是那些土王來的 最多土地的 就是他們把那些國家的土地呢 分開是自己家族的 所以我們個個都大地主 都不出聲 現在我們來到布吉 我們看到有些朋友 都是個個都說 很多地在這裡 就是以前的 現在香港的新界人啊 有幾個大姓的 姓彭啊 姓鄧啊 在新田姓彭 在新界呢 有很多家族 那些太公地 現在菲律賓都是 差不多在亞洲居 很多家族都太公地 那就是收租收不定 我們布吉那裡 那裡船街呢 整個船街幾長啊 都是他們 我們上夜 和他們吃下午的朋友 那些產業來的嘛 所以他們那些 是另類一個社會文化 他說現在最麻煩呢 就是說 你結在這個南海那裡 究竟怎樣去跟這個 中國交手呢 處理那個問題呢 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說現在變成了 他說 你上海上當總統 究竟你是親中呢 還是親美呢 這裏都幾頭赤 你親中 那麽中國當然會整理你 不是 你親中美國當然會整理你 你親美 那麽中國當然會整理你 這裏都要講的 很多政治技巧 但他們這班人呢 是很厲害的 很聰明的 即是講樓計啊 古靈精怪啊 就算現在你在香港 你看到 很多崩會一樓計 每個都不成功 又補償人工啊 又給樂園機票啊 又等等 你很少跟那些崩會 爭竟打官司你贏的 是嗎 他正正當當你都說 輸得心甘命底 他有些是串謀了很多 計劃來裝你探工 他對那些僱容法例 比你熟過 還有那些僱民和他想 都有人教他們的 有有有 他們是組織的 那些中介公司 教壞了他們 有組織的 有組織的 那麽因為你最近 美國召開了一個 叫了東盟10個國家去開會 有出席 有8個東盟的領袖都出席 那麽變了你那個東盟 他們又是兩難的 為什麽他們呢 賺錢呢 就賺中國 個個都靠中國來搞些基建 搞些碼頭啊 搞些道路啊 又來他們那個投資設廠啊 好了 但他找政治上的安全呢 他找美國的 所以你個個都要捱著美國 那麽 那麽突然間你那個形勢 一變了 他們看到俄羅斯和烏克拉 那些強的國家呢 可以入侵這些這樣的國家呢 那麽他們呢都會害怕的 因為有些小的國家呢 是很容易被隔壁左右去參與自己的嘛 所以未來在那個 這個亞洲的形勢呢 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麽現在美國呢 又說要擴大那個印太區的控制能力 那麽有很多部署呢 有很多部署呢 有很多部署呢 就去保持它那個 那個印太區的 霸主的地位 英國呢 又說重回到亞洲 所以我們看未來局勢呢 都非常複雜 但是這個未來複雜的世界呢 如果你冷靜呢 他那個市場呢 正式去生根做的生意 就不適宜的 那些適宜呢 你那些投機炒賣啊 金融啊 動盪啊 你自己適走位呢 那麽有很多機會 也都是很大的財富機會 那我們大家拭目以待啦 但是都希望和平啦 世界是不是 好 就是這樣